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Smart Lab在台设首个海外据点 集团股租为造纸类股指数 创四个多月来新高 工部门标售土地交易冲破三千亿大关 新于航空正式开卖 澳门 槟城 县港最快六分钟完售 来关心台股 美洲贸易战签订第一阶段协议 贸易战紧张局势明显缓和 不过由于利多多已反映 今日亚股涨跌互建 台股指数受到台积电回档的影响 一度走跌至1万1千915点 随后在不少金融和传产全职股 稳盘的带动下再度走强 盘中最高来到1万1千975点 造指声音肋骨强势 法人认为12月至隔年第一季 台股一向具备一涨难跌的特性 搭配年底集团作帐行情 在指数震荡换手后 仍将蓄势挑战历史高点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标普指数金融股 曾在2007年创下新高 但因为金融危机爆发 市值在两年内大跌80% 但在12号美股再创新高后 标普金融类股 今年以来已经上涨29% 超越除了科技股以外的所有类股 银行股花了近13年 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有中国国民饮料之称的会员果汁 因为曾经接到美国饮料大厂 可口可乐的收购邀约和名造一时 如今因为深陷债务危机 股票面临下市的地步 创办人朱新里还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所谓的老赖 德国国会议员正在制定草案 计划将不可信的5G设备供应商 排除在核心和外围网络建制之外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华为 但中共驻德国大使吴肯 今日在出席当地活动时表示 德国如果将华为排除在当地5G供应商以外 中方不会袖手旁观 暗示可能限制进口德国制汽车 作为报复手段 卡曼自行车双雄巨大和美利达 为了快速成长的欧洲电动自行车 建新厂和扩增产线 巨大的匈牙立场将在明年加入 美利达则是德国既有厂房扩增产线 2020年开始贡献收入 预期在新产能加入后 自行车双雄的营收跟获利 都将大幅成长 新唐人也来电视 整理报道 台湾半导体科技业 在美中贸易战中交出亮眼成绩 明年5G即将商转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 上午出席论坛 她表示 未来会持续投资台湾 预估明年全球半导体产业 会是不错的一年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 出席投资台湾论坛 以投资台湾放眼世界为主题 发表演讲 联发科5G技术大有展获 与高通华为并驾齐驱 更被财经专家谢金河认为 是继台积电后第二座护国神山 半导体是护国神山之一 我们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非常的高兴 明年我们看 其实全球的半导体 是又回到一个成长的局面 那台湾当然也是了 我相信我们公司 跟我们的台湾的同业们 明年都会是一个不错的一年 5G最大应用就在手机 联发科预估2020年5G商转 全球销量立刻上看2亿只 2022年40%的新手机 采用5G标准 带动产业成长 联发科表态研发跟流台湾 每年国内采购金额 超过1000亿新台币 我们技术 大概70%以上都在台湾 这个我们是一直不会停的 需要更多的人才 我们现在人才也很多 不过永远不够 不够往前走 不管是硬体也好 软体也好 这个还有整个到系统面 我们联发科都需要 产业界关心的 欠缺高端人才问题 政府也听到了 经济部表示 已经有缆财育财相关配套 科技业更是投资台湾主力 半导体大概未来会投资 两兆七千多亿 那这个对于染财部分 吸引国外的优主人才 应该是有帮助 三大投资方案 截至目前总金额达到 八千三百三十二亿元 带动六万七千六百零一个 就业机会 国际大厂 微软 谷狗 脸书 亚马逊 纷纷加码 也都要迎接这波产业趋势 新台电视 考倒所有经济学家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企业延长失业补助金 给付期限到一年 生病或育儿则是四年 孤训类产业在台湾年产 值近百亿新台币 不仅是拿来实用 许多医学研究也证实 孤类中的成分 可以运用在抗癌的疗程中 带您看到 台湾一家经营多年的生计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孤训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特别找来孤训类专家 牛张之之父赖敏南当顾问 率领团队也罕见透过媒体 公开白化融的培育 带您直击 外观有如岩石 紫石体成碳黑色块状 这是俄罗斯的国宝白化融 也称为恰嘎 是生长在白化树上的药用真菌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纬 40到50度的寒代地区 平均在2万棵白化树中 仅有一棵会产白化融 现在台湾孤训类专家 牛张之之父赖敏南 让台湾也能培育栽种 经过测试结果 就是说大兴安宁 这个森林里面所采到的白化树 算是不错了 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产量和品质 所以我们培养期探讨就是 用各种骨裂 组合的骨裂 这些骨裂都可以吃的 奈敏南博士率领团队 花费六年时间 以无毒有机的技术 与无尘库房培养 让多年生的白化树 一年半就能采收 而且全株都可使用 团队也栽培出台湾特有的 云脂品种 营养价值胜过日本 我们经过探讨结果 我们栽培的云脂的 多糖体达到60%以上 日本的只有46% 我研究到现在 就孤裂里面含的多糖体 最高就是云脂 除了云脂 俄罗斯的国宝白化树 21世纪开始受到各国医学研究重视 其中日本权威医学研究机构 深入白化树研究得出结论 白化树尊俊所含的SOD活性 是零脂的55倍 巴西蘑菇的23倍 这个是在俄罗斯的 他们的生长野生的 差不多将近20多年 这是我们自己富裕的 这就是一年半就可以 办法采收了 里面我们要参加了很多 我们必备的一些 相关的营养成分 所以说应该这是我们的know how 那目前它所采出来的 这个酸铁类也蛮高的 多糖也蛮高的 SOD也是非常高 所以说它本身不输野生的 雇迅类产业在台湾年产值 近百亿元 种类包括食用菇和药用菇 是台湾重要的精致农业 台湾一家成立多年的生技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 菇迅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邀请菇迅类专家赖敏南当顾问 集团式的经营 朝一条龙研发 制造的方向前进 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生技业者也一直找我们搭配 马来西亚他们有跟我们下单 那他们是希望说用我们的技术去跟他们合作 台厂精益求精 不断尝试与白化融的各种组合 像是融入咖啡 还有茶包 团队脑力激荡 开发新品 不过要将生技产业与精致农业结合 走出创新的一条路 人才需求跟着浮出台面 台湾这生物科技这一块算是成熟的 很希望说在这个相关科系 尤其是像营养学这一块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是欢迎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参与我们的行列 专业技术很重要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一个 一些比较年轻的相关行业相关科系的年轻人 来从事这个培育的这个工作 在例行的团队讨论当中 可以看到年轻人几乎占团队的一半 企业专精研发的同时 也网罗人才投入培育 从上至下 手把手的传递多年经验 让年轻人对生技产业产生兴趣 进而创业 以这种产业 你必须先花一点时间 你要实力去了解 想要做个事业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愿意踏出去去关怀别人 慢慢你就会把你的事业做起来 台湾估训产业曾缔造辉煌时期 如今随着精致农业的推广 加上有三十多年生计发展基础 蜕变为台厂的竞争优势 将为台湾估训产业 推向定义高峰 带您看到明天12月17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11月新务开工 营建许可 欧元区公布10月贸易收支 台经院公布2020年经济展望 台北双子星签约典礼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